1号傍晚,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,关于当前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,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。 通报称,近期,我是部分医疗机构,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,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, 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,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,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 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,已经传唤8名违法人员,并依法进行了处理。 同时,警方提示,网络不是法外之地,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,应遵守法律法规, 对于编造、传播、散布谣言、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,警方将依法查处,绝不姑息。 希望广大网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,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, 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课订阅明。